不是爱的不够深 就是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啥活动 就是一个校庆 我们都是演节目的 然后就互相认识 你演的是 我们都在一起唱歌 就这么认识了 对 然后慢慢聊的聊的 觉得挺好 就在一起了 那今儿为啥来 我们相处了两年多了 第一年时候我在学校 因为她比我小一岁 学妹 对 学妹 然后我们在一起挺好的 每天一起吃一起上课 一起玩什么的 但可能是因为距离的问题 第二年我回家了 我们两个之间 就发生太多的矛盾了 不是 你回家是 就是说毕业了是这意思吗 对 我毕业了 回老家了 对 现在不在一个城市吗 对 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 不在一个异地了是吧 对 然后她就总觉得我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总是挑我的毛病 觉得特别的累 每天除了要挣钱这些以外 还要去解决一些这些纠纷 我真的觉得不然就算了 这话 我觉得两年的感情 好不容易支撑过来了 为什么不能再继续呢 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放弃呢 姑娘你这一年 你对她到底有哪些不满 让这小子说要不然就算了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两年多了 我觉得也是时候去见一下家长了 然后我在饭桌上 就说了她很多很多的不好 不是在谁家的饭桌 在我家 你说了她很多不好 对 我为什么说她不好呢 就是我从小是因为跟我的父母 就是无话不谈 我从来都不会说假话 但是就是他们问我什么 我都会就是告诉他们 但是在饭桌上呢 就肯定父母要问一些 我肯定就会直说 可能就是让她不愉快了 说让她丢面了 生自尊了 不是那你父母要是听你 对她有这么多的不满 不是 对 我想如果是我听我们家闺女讲这些的话 我说那你们就别交往了 有病啊 她那么不好 你们还在一起 对 她的父母确实是这样说的 他们说 那你既然觉得她有这么多毛病 那别在一块了呗 她父母现在都不同意 我俩在一块 本来见家长这种事情 就应该是说些好一点的 然后让家长同意 让家长高兴 对对对对 但是她当着我的面 跟她父母一直在讲我的这个毛病 对 你当时跟你爸妈都讲她哪些不好 你方便跟我们讲讲吗 第一件事就是她有一个毛病 抖腿 我觉得抖腿 不管是对谁 都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有给她眼神暗示 但是我发现这个眼神暗示 不管用 然后我就一直盯着她的腿 然后就导致我父母 当时她就一直盯着我 饭桌上直勾勾盯着我的腿 然后她的父母一看她盯着我的腿 她的父母也就盯着我的腿 我说咱们不这么明显吗 咱们有什么私底下咱们再说 咱们再磨磨磨 对你为什么不踹她一脚 身体上的动作我觉得太明显了 我不太好 不想让父母看出来 对结果反而欲盖弥彰了是吧 对 接着往下讲 这是一个小小的点 然后最大的一点就是 她的工作的这件事情 你说说工作 因为她的工作就是做生意嘛 跟父亲 然后我家呢是一份就是很稳定的工作 爸妈都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就俗称铁饭碗嘛 就不管有什么以后都是会有保障的 而她这边呢 现在还有这样的工作吗 你给我们介绍一份 没有就还是老工作 对 但是像她这种呢就是不稳定 就比如说今天有活干 咱今天就有饭吃 那明天没有活干 那明天就没有饭吃 那怎么办 喝西北风或者吃老本 就不太好 然后我就想说那你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我们以后也会有一个就是很稳定的未来 这是你当你父母面就这么说她 我说着急我就说了 我觉得她对这工作就有歧视 只要是挣钱 怎么样不是挣钱 对吧 我是你想吃东西 我没带你去吃 还是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礼物 差着你哪了 他们家呀说真的 我真觉得毛病太多 就是要求太多了 就比如说饭桌上 我们吃饭 那个勺子碰碗 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呀 大男孩子吃饭不就得稀里擦吃吗 然后人家们就说 你别碰出声音 这个是不好 这个什么礼貌问题 我觉得这没什么呀 有些家庭是讲这个的 我从小到大都这么吃饭 这突然就 我就觉得无理取闹有一些 吃饭这个事情 就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就是 大老粗 我就觉得这个还 真的是还挺重要的 就不要发出声音 就是还是 不是那你在学校那一年多 没给她训练过来吗 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要这么要求 你应该训练她呀 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但是我发现就是 因为两年了 然后就是慢慢这些问题 就会显现出来 然后我想说就去慢慢磨合 但是我发现就跟她说了一件事之后 她就也没有恒改 行 等于在饭桌上又说到了 她另外一个问题 你用眼神让你的父母看到了 她在抖腿 是这意思吧 然后继而你又告诉你父母说 她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 在你看来 对 你对未来是堪忧的 对 那这父母听到这儿就 饭也别吃了吧 小伙子啊 早点吃完早点回去吧 对啊她父母一脸不高兴 那当然了 她说在一块干啥呀 你说她父母也不同意 你当时在餐桌上就说了吗 我倒是没说 我就觉得是她父母也不同意 然后她也觉得我毛病这么多 那在一块太累了 我还想说她还说了什么缺点 在饭桌上 她说我打游戏 平时我们那个工作不是到处跑吗 今天就很忙很忙 或者明天就很闲了 我没事的时候去打打游戏 然后朋友们叫着一块去 晚上吃个夜宵什么的 觉得很正常 她连这个都跟她父母说 我觉得她就是个妈宝 真说了 对 我就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这个人本来性子就直 然后我想说 那直接都说好了 好 那行吧 那就问问吧 你喜欢这男孩什么呀 他很温柔 然后就是我们俩之前呢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从来都没有吵过架 特别特别好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很羡慕我 而且因为之前的一段 不是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但是她就给我一个 很温暖很温暖的一个怀抱 就你曾经谈过一段恋爱 对对对就不太好 很受伤 对对对 她温暖了你 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发现了 她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就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这不就酷了吗 但是磨合中间 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 什么问题啊 生活习惯 我给你概括嘛 吃饭抖腿算生活习惯 对于未来的不稳定 就是你没有这个 对未来经济生活的 这个安全感 算是她这个职业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一些小事了 什么事啊 就比如说她这个 爱玩游戏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 大家的作息时间就是 九点十点十一点 差不多 大家都该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大家可能会上班 就早睡早起嘛 但是她这个 一玩游戏就是 凌晨三四点才睡 然后第二天早晨就是 可能中午十二点 或者一两点才会醒 就是 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就是整个整个一个 我在关心她 但是她就 永远都想不到 我在关心她 就 那你们那一年多的幸福时光 是怎么来的呢 我特好奇 当时就是 还是在学校宿舍 这些问题 可能不太存在 因为现在不是 已经毕业了嘛 然后这些问题 就显现出来了 等于异地了一年 是吧 对 这一年你们的情感沟通 和交流的方式是什么呀 电话 微信 然后 你会去看她吗 偶尔会去 为什么是偶尔呢 你不是也说了 你们工作不是那么 要时间的吗 相对宽松一些 我平时就是 工作紧张的时候紧张 然后清闲的时候 我也想着会 你们家到底 从事什么行业的 我们是做一些工程的 工程应该相对宽松一些 对啊 有时候宽松 对啊 有时候确实就连着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连着转归你连着转 但是在你工程筹备期的时候 和工程开建期的时候 你又不用盯工地嘛 有的时候对吧 你也有工程监理 你不可能亲自盯工地的嘛 那你这个时候 不是有时间去看她吗 你为什么不去看她 我是跟你纠结在这儿 我也去看了 但可能就是看的比较少 为啥呢 真的没有必要说是经常的去 就是偶尔去一趟就行了 就行了 可能就是也是我没考虑周到 你什么时候动了说 你要跟她分手的心思 就在她父母叫我吃饭的时候 嗯 吃完这顿饭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块就应该磨合嘛 但是她总是叫我去怎样怎样 她父母和她逼着我去自己磨合 什么叫逼着你自己磨合 就是你有这个毛病 你改 咱们慢慢改 就要我当时就 你不改我就告诉我父母 父母不同意 那她父母跟你谈过话吗 我和她父母只在餐桌上见过 跟你说了什么了呢 一开始也就说了说自己的情况 和家里的情况 然后就开始发生这种 后来她父母脸就特别冷 就不愿意再 人家基本没性就在听了 对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吃完饭之后我就回去了 她跟她的父母就回去了 然后我俩就在电话里沟通 她还在纠结这个事 就说你当时为什么要抖腿 勺子就不要碰出声音 还在纠结这个事 我说咱们有什么事 咱们慢慢来慢慢改 不是说我不愿意去改 但是她一直纠结这个事情 我真的有时候听 那见父母之后 你有跟她提过要分开吗 这之后有个半个月以后 你提出分手了 没有我只是讲 我说咱俩现在在一块太累了 我真的连一点自由都没有 这不是没管你吗 这一年多不是没管你 是没管我 但是挺自由的吗 一直在说我 我自己就总喜欢想一些事 我就想 我说说我这个我改不了 然后我特别怕她父母 怎么怎么样 然后对就是这些 好 姑娘我问问你 特别麻烦 那你们俩怎么办呢 你不是还想跟她好吗 怎么解决这异地问题呢 异地问题我就是想着 因为我现在不是 教一些小孩吗 然后我想在这边 先稳定一段时间 我再考虑 我是要继续留在这边 还是要去回老家 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 怎么办呢 这不就来到这想 就是询问一下老师 询问我们 你们俩之间的事 你们都要想啊 等于你男朋友 现在不想坚持了 你还想继续吗 我想继续 想继续的理由是什么呀 这是我第二次问你 你舍不得她 对 我很爱她 这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情感 就是 我还是就是很爱她 就不想分开 但是你爱的这个人 却浑身有毛病是吗 我就想让她 稍微改一点 你要让她改什么 咱们今天把她说具体了 就比如说 不要再玩游戏了 不要再那么就是 伤害自己的身体 然后就是包括抖腿 你们俩平常交流多吗 我们在第一年 无话不谈 但是 之后可能 就一年时间吧 后来的话全谈完了是吧 也不是全谈完 这是后来可能就是远 然后又有自己的事情 就可能 其实说白了这个情感 其实在你的心里 是大目标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不是 有时候真的很累很累 到时候然后 不是你累啥 我没听见你哪累了 你这一年人家姑娘 没对你有什么要求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 然后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每次接到电话 听到的都是挑毛病 抱怨 比如说 抬杠 比如说 在电话里面 就比如说 接到她电话 每次都是 我妈就是不同意你 然后怎么着 你能不能改改你那个毛病 改完之后咱们再 不不不不 你们似乎把你们俩的这个情感的 这个伤害都放到了一顿饭桌上 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 还有 没有前面的积累 就是在吃饭之前 你们俩的情感上面有间隙吗 之前我觉得是真的没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离得远了之后 就好多事情都出现了 都啥事儿 有一次我去找她 她要看电影 然后我是连夜坐着火车去的 我们那儿没有那个高铁什么的 去了之后特别困 然后她就带我去看电影 然后我就可能就睡着了 她就不高兴 等我一睁眼 人都没了 我当时是在看《周遥记2》 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 就是当我就是看那部电影的时候 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一回头看她就已经睡着了 我就觉得 你为什么不陪我呢 就是身为一个男朋友 你不应该陪女朋友 然后我就真的是很生气 电影完了 我也不准备去叫她 我就走了 然后走了之后 那身为一个男朋友 你应该去找我 都不找我 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喂 你在哪儿 然后她说 我准备回去了 我说你都不找我吗 然后她又就是去找我 但是又没有找见我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电话挂了 类似于这样的事多吗 她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一有点什么意思 我就说 你这个哪方面哪方面不对 她直接就大声就吼 你啥意思 我是为了好 我真没有别的意思 她总是这样 她一吼我也就想吼 我说我没意思 我能有啥意思 这个就越吵越厉 你当时喜欢这姑娘 是因为长相 我觉得她性 因为我觉得她性格挺好 她的性格好吗 这个又有一件事 我一说 你可能就明白了 就是说说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她跟那些男生玩得特别好 称兄道弟的 这好不叫性格好吧 这叫会玩 当时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我也被她这一点就 觉得挺喜欢的 后来发现 这一点也不好 然后 还有就是每次打电话 我说喂 然后还没开始说话 她就嗨 打招呼 她学校里的人 她基本上都认识 嗨 然后我正准备说她 嗨 又打招呼 我挂也不是 我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 不想分 不想分开 不想分开 但是你的做法 都是要分的做法呀 对吧 我们稍微有点尝试的人都知道 我作为你们家的客人 我第一次来你们家 为什么要数个人家 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呢 我很好奇 我的第二点好奇 就是当一个人坐了一夜的火车 舟车劳顿的奔向到你的身边 陪你看电影的时候 她睡着了 你难道不应该心疼吗 为什么是一种愤怒 无助 受不了 我的第三个疑问是说 你看到的都是她的缺点 在她的身上其实只有那一年 所谓帮你抚平了你曾经感情的伤害 但她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你一定要留着这个人 这是我的三点疑问 你自己考虑 男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说 一顿饭就可以颠覆一段稳固的感情 就是因为有了这顿饭 我发现你走的是理直气壮的 我也请你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过去认为的性格好 怎么到现在就变成了性格不好 过去无话不谈的一对小情侣 为什么也就经过了一年一地的这种折腾 就折腾到了看对方不顺眼 为什么想分手又犹犹豫豫不决 就为什么不能坦诚和坦率呢 这是我想到的啊 我相信老师们会看到更多 对这个解读你们会更深刻 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最初的问题是两个不同的 原生家庭带来的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 女生的爸妈都是铁饭碗嘛 事业编制的这样的家庭 从小的教育就在规则当中 在框架里面 要早睡早起 要爱惜身体吃饭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不能抖腿 这都是学到的特别好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学到 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这件事情呢 没有 你有没有学到 接别人电话的时候 和电话的那一头对话 尊重对方这件事情呢 没有 你有没有学到和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需要彼此为对方着想 这件事情呢 没有 我觉得你的父母应该都是教了你的 因为在我听起来 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 我不是男生不好啊 男生的原生家庭 因为他从事的职业的关系 所以他更加的相对自由一些 他所有的事情当 都以自己的这种舒服的状态为标准 他已经在努力的去改变 去迎合了 但是他做不到你说的那个标准 我听到了什么 不要抖腿 吃饭不要发出声音 不要这个不要那个 陪在我身边的时候 不要睡觉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在台北上还看到就是 你们俩去吃火锅对不对 然后呢 给他点这个汤也不对 点那个汤也不对 反正就是点什么都不对 那他做什么是对的呢 在你心目当中 我跟你说女生就俩字 矫情 你就把他矫情跑了 他说的那个特别对 他说他特别特别的累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你在一起 才是好的 他在你的面前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好的他 所以他不愿意去看你 所以他不愿意去看你 而那一顿饭其实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点炸了你们这么长时间相处的一个模式 我认为 我认为 你们两个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 女生 你如果有本事任性 那你就得有本事坚强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谢谢左岩老师 为什么我们会要求那么多 很简单 因为越来越少共情能力 就我只能体会到自己的情绪 不许我体会不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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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做法是 我会在 别人不注意 偷偷地摁住他抖的那条腿 他就明白了 然后我也没有说 一定要他改掉这个习惯 我只是说 人少的时候你可以懂 太多人的时候 不太好看 直到现在他这个毛病 还是没有改 我们俩在一起十年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 你越想要它改变的 它是改不掉的 所以 你在接受一个事物 或者一个人好的一面的时候 同时你要接纳他所有的一切 你说你爱他 爱是什么呀 爱这个说不清楚的 但是我浅显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一切 我爱你的好 爱你的坏 爱你的优点 也爱你的缺点 你不能说我要你 改掉这个改掉那个 那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能为他改变什么呢 我今天就不喜欢你这个头发了 我让你马上给我 剪短了 或者说给我留长了 你愿意吗 你马上就能改变吗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件东西 我就是不让你买 或者说你无意识的一个行为 一个习惯 我就是不喜欢 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价值观 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三观 你一定要改 我为什么要为了你们家 去改这个呢 对不对 同样你到婆家 去见婆家的时候 那婆婆说了 你怎么不喜欢不做饭呢 你说我在家 我也叫生惯养 我凭什么来你们家 就一定要洗碗做饭 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人家凭什么一定要改呢 改也是她真的心甘情愿 为了你改 那才是爱你的体现 就算你逼着她的改 她改得了意识 改得了意识吗 然后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你 为什么会 在她见父母的时候 跟父母去描述她的不好 因为我们带男朋友回家 或者见家长 都会使劲的 把她那些不好 先给她藏一下 你藏一叶 我在想 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啊 就你一直 把爸妈当成你的一个保护伞 然后拿他们 当你的一个武器 就你治不了她的时候 你就说你小心点啊 我爸妈不同意啊 所以你这个事 如果不改的话 再不能在一起了 没想到 惨了吧 人家不怕这个 所以 两个人在一起 更多的就是什么 我要让对方 为我做什么事之前 我先想一想 这件事 我愿不愿意为对方去做 就是一个相互理解 对不对 现在就看 唉 就是男生铁了心 能不能回头了 但其实 我觉得你也没有太 爱她的这个感情 如果特别爱她的话 她的一切 你都应该能接受得了 好吧 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附老师 良好的教养 是深入骨髓的包容和尊重 我讨厌那些 注重形式属异的教养 其实那不过是彰显自己的优越感 和精致的力气主义 你会发现 有一些教养好的人家出来的孩子 除了并逼有理之外 其实对于周围 无论与自己相差 多大的人的习惯和事物 他都能包容 都能尊重 但是其实你 从头至尾 你也没怎么尊重过 你们的资料当中 还有一件事情 是一般的男人都受不了 就是你找另外一个男生 来陪自己看电影 因为他不能陪你 所以你就随意找了一个男生 所以有的时候 一个人的性格是可以被包装的 最开始男生说 你的性格很好 但你那个性格是装出来的 实际上在你的内心当中 你喜欢对别人指指点点 来进行你所为标准的评价 以此来得到某些行为快感 如果你真想跟他在一起 应该是反反复复的 在你的父母面前去展示他的优点 我相信 你也不会有点 你已经不过来的 你会想跟他说 你不过来的 对 你不过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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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想就是挽留你 就是各种毛病我会改 然后我不再那么就是强求你 就是就对你说一些狠话 然后我会改 然后我希望你别走 我真的很在乎你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两个是个体 你是你我是我 咱们不要成为一个人 你眼里要有我的优点 我眼里也有你的优点 这就够了 咱们别老拿那些 看不过的事拿出来说事 有时候真的我很需要你的包容 我真的很在乎你 来 请亮灯 都说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 生活里面你看不顺眼 需要你包容的事 大概我看也是十之八九 没那么多顺心的事 行了 两位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吧 谢谢你们的分享 我听到你们的掌声了 我也看到老师们脸上的表情了 我愿意发自内心地 恭喜你们去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给彼此一个机会 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实它也不用考虑 因为年轻 但是咱们就是一起学习嘛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先用属于这一队的烂麦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啊 谢谢 谢谢 好 来 好 行 祝你们磨合得开心 别磨合那么痛 谢谢